循着地上隐约划设的路线练习骑机车 透过不断练习 对于通过正式机车考照就大有机会 因此如果可以有适当免费的场地 作为机车考照前的练习场 应该就可以事半功倍 当然啦 去年是因为没有 现在是这样子有了很方便 下班以后也可以过来练习 而且还省了一笔费用 基隆市议员郭美秀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这件事 最近也获得前几年也在推动这件事情的 市议员林敏勋的响应 一起到暖暖区东暖新村一带 寻找闲置公有地 推动设置机车考照练习场地 暖暖区的部分我们大概会责定在 属于港湾公司土地的惠民新村 或者是东暖新村 折一个地点来做办理 后续我们会来向监体站来做一个申请 也会希望说中央单位 因为这个地是港湾公司的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由中央的立法委员 来帮我们做一个协调 那我们希望竞速来把这个 机车考照这个合法的场地 来把它做一个部件完成 那因为敏讯这边之前 驾照已经是十几年前考了 所以现在十几年前跟现在的这个考照的 这个整个场地的规则可能又不太一样了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围请这个监体站 来给我们指导 那希望说可以由监体站 来帮我们划设这个合法合格 现在目前最标准的训练的这个场地 让我们这些比较青年朋友们正在考照 或是说久没有考 想要重新再考照的这些朋友们 有这个机车驾照需求的朋友们 可以有一个合适 然后合法又安全的一个练习的 那我希望有一个像 我们暖暖敏讯啊 林敏讯议员讲的没错 因为我们要给民众一个安全 然后正确 然后对他们有帮助的一个练习场 甚至可以下降考照 因为我们金融市的监体站是在北五堵那边 那因为货货 北五堵六堵那边货贵者很多 对我们民众来讲 去那边考试真的很危险 我们以前啊 以前以后啊 我跟议员都是以前以后 然后带了五十几个人去那边考试 我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一件事 我希望还是要按照以前的模式 他只要功力数够的话 他就可以下降考照 如万里 金山那个都是下降考照的 我们下降考照一场下来就是四百多个 我希望这才是便民爱民 本身拥有汽车驾驶教练资格的市议员郭美秀表示 民国九十三年开始就和丈夫已故市议员杨时辰 在中山区设置机车考照练习场 多年来协助四千多人考上机车驾照 现在也很高兴包括林敏轩以及韩世玉两位议员共同响应支持 分别在暖暖区以及信义区寻找合适地点 并且希望可以请来监理站指导划设正式机车考照练习场地 帮助更多需要考取机车驾照的民众 更希望能够借由运用像是港务局等公家单位闲置土地来设置 也能够维持环境整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